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制令鼓励分配政策的时候 需要考虑哪些影响因素呢 首先一个就是法律方面因素 第一个就是资本保全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鼓励分配的时候 你是不能够动用资本的 不能造成资本的侵蚀 这个资本包括什么呢 包括股本包括资本攻击 这个资本攻击就是通常所讲的准资本的概念 接下来就是关于企业积累的限制 也就是说企业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按照法律规定怎么样 你要提取法定的供给金 这个法定供给金的提取 如果说累计数达到注册资本的50%了 就说明达到一定的累计的规模了 以后可也不用再提 另外也是主张这个公司怎么样 你自己再去提取这个任意的供给金 其实这种供给金提取 也就是建议这个公司怎么样 当年实现的利润 不要当做股利都分下去 是不是 要能够留存的 把它留存一些 叫以风补欠 对吧 你在提完这个供给金之后怎么样 你才能够进行这个股利分配 这就是积累的限制 接下来就是净利润的限制 就是公司以前年度怎么样 这亏损应该进行足额的弥补 弥补完之后怎么样 你才能够进行股利分配呢 接下来就是关于超额累积利润的限制 这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公司呢 可能为了股东的利益怎么样 让他们能够税收负担轻一点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少分配多留存嘛 那么少分配多留存 我们在这里面如果说你累积的利润怎么样 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水平 那就必须得拿回来交税的 这一条在我们国家这块没有限制 比如说日本它就有这条 我们也有个词叫秘密储备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看日本公司 厂房也没有那么壮观 办公楼呢也比较简陋 那个大门呢就更不用说了 看起来都挺寒酸的 但是呢它有雄厚的资本实力 有的时候你再看看我们有些公司怎么样 那个办公楼修的可壮观了 是不是啊 特别豪华 那个大门修的这个也挺气派 但是公司的资本实力确确实实不强 这个光鲜亮丽都在表面上了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叫内劲不足 就是资本不充足 资本不充足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无力偿付的限制 说我们在进行股利分配的时候啊 不能够说是你企业怎么样 偿债能力下降了 该还的利息还不了 该租的本金还不了 那是不可以的 那是对债券人不公平 是不是啊 不能丧失你的常态能力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股东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制定股利分配政策的时候 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一个呢就是稳定收的考虑 比如说呢 作为公司的股东啊 他的主要的收来源呢 就是拿到的股利 那很显然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股东他就希望什么 希望公司多支付点股利呗 对吧 就是多分配少留存嘛 可以改善他的生活是吧 那么对于这些股东来讲的话 怎么样 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 这个少分配多留存的话 将来股价会上升啊 可以获得更高的资本利的收益啊 那么这些股东说不行 对那个我不感兴趣 这个你还是把赚钱怎么样都给我吧 因为这是我收的主要来源 说将来这个股价上升 能够带来多个的资本利的收益 那个东西不确定 风景太高 因此从这点一两点的话 比较符合那个医鸟在手理论 医鸟在手理论呢 也就意味着什么 股东只希望多分配少留存 喜欢那种高股力的那种支付 对不对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避税的考虑 比如说呢 你这公司的股东啊 他这块的编辑税率都比较高了 都属于高输入阶层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希望怎么样 再分过多的股力 因为在分过多股力的时候怎么样 他税率负担会比较重嘛 因此呢 这个时候怎么样 他就希望采取的 是这个低股力支付 少分配点 再有就是关于这个控制权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说呢 你这个如果将来要发行新股的话 就会导致这种控制权会被稀释 是不是 那你如果说要想这个将来少发行新股 那咋办呢 那就是股力分配的时候 就是少分配多留存呗 那么少分配多留存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留存更多的资金 来满足未来这种投资机会的要求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将来呢 我即使要发行股票的话 我发行的没那么多 这样的话怎么样 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控制权不被稀释嘛 好 就是从这一点意来讲的话 他就怎么样 是希望采取的是低股力政策 那接下来 我们从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 在制定股力分配政策的时候 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首先一个就是盈余的稳定性 如果说你这公司怎么样 这个盈余相对比较稳定 这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筹资能会比较强啊 那筹资能比较强的话 就意味着将来我需要钱怎么样 我可以到银行贷款去 是不是 银行就愿意支付我 那这时候怎么样 你这个股力支付怎么样 就可以多一点吧 支付能力强 你就可以采用高股力支付了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就是流动性 如果说这个公司的流动性比较强 比如说你的流动资产比较多呀 或者说那些这个非流动资产的 边缘能力相对比较强啊 这时候怎么样 你的股力支付比例呢 就也可以高一点 就可以高一点 没必要流那么多现金了 是不是 接下来就是你的举债能力 如果说你的举债能力 如果比较强的话 将来需要钱的时候怎么样 可以很容易的筹缩资金 这时候怎么样 同样你可以采取的是 高股力的这种支付政策 接下来就投资机会 那我们说这个投资机会的话呢 如果比较多 那就意味着将来会需要更多资金嘛 那需要更多资金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鼓励 发放的时候怎么样 应该采取的是这个低鼓励的政策 对不对 低鼓励政策 你以为是公司怎么样 处于这个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 这个成长阶段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 是不是 那么对于成长阶段的 那公司通常怎么样 采取的就是这种低鼓励政策 我们赚了钱之后怎么样 少分配多留存 然后留存这些资金怎么样 我也可以搞这个规模的扩张 是不是 如果说你是处于收缩中的公司的话 那收缩中公司就意味着 我资金在回流 是不是 我也不准备扩大规模了 那么这时候多出资金可以干嘛使呢 我可以进行鼓励发发 所以说可以在什么 就高鼓励政策 接下来从资本成本的角来讲的话 那我们说留存收益 处于内部筹资 是不是 那么内部筹资的话 就意味着是不考虑筹资费用的嘛 如果说你直接发行新股的话 这时候呢 我们说会考虑出资费用 那么你的资本成本比较高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想降低资本成本的话 那就说我们的鼓励的支付怎么样 应该采取低鼓励支付嘛 就是少分夺留存 可以减少我的这种出资费用 降低资本成本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债务的需要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怎么样 会有比较多的债务需要偿还 那么有比较多的债务需要偿还 这时候怎么样 你就得需要留下更多的资金来 是不是 因此怎么样 应该采取的是低鼓励的这种支付政策嘛 所以在这里面呢 注意在考核我们的时候呢 通常来讲的话 某个因素发生之后 应该采取的高鼓励支付呢 还是低鼓励支付呢 这就是考核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学习的时候怎么样 得清楚这个考核的角度是什么 是吧 围绕考核角度去学习 你才能够针对性比较强嘛 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 一个呢 就是这个债务合同的约束 我们说呢 这个债务合同约束 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债权利益嘛 那么债权利益是什么呢 就是定期能够拿到利息 到处能够收取本金 是不是啊 那么对于这种利益的保护 就意味着企业应该留更多的资金嘛 那么留更多资金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 应该采取的是低鼓励政策嘛 那么再有就是通胀 如果说预期呢 要发生通胀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货币贬值 购买的下降嘛 原来100万能买的设备 现在得花150万 那就意味着我资金的需要量会增加嘛 那么资金需要量增加的时候 我就需要怎么样 需要留存下来更多的资金 以备将来使用 那这样的话怎么样 我们就应该采取的是低鼓励政策嘛 低鼓励政策 也就是我们这块所说 叫偏紧的鼓励政策 是吧 这是少分配 多留存嘛 好 这就是我们在制定鼓励分配政策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这些因素 好事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客观题 我们来看个题 下列情形中呢 会使企业减少鼓励分配的有 那么减少鼓励分配的话 就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低鼓励政策嘛 A选项 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收益的稳定性减弱 那市场竞争加剧 稳定性减弱 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留下更多的资金 以备这个应急之需 那么要留下更多的资金 以备应急之需 所以说怎么样 应该是少分配 多留存 所以说A选项应该是正确的 B选项市场的销售不畅 企业库存量呢 趋于增加 那就意味着这里面会占用更多的资金 因此怎么样 应该是少分配 多留存 C选项 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企业的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 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 那钱在那放哪浪费呀 当鼓励富裕股东吧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进行高鼓励支付 这个呢 就不符合我们这个要求了 接下来第一选项 为了保证企业的发展需要扩大筹资规模 那么扩大筹资规模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应该是少分配 多留存 这样的话怎么样 可以满足我们未来的发展需要吧 因此呢 我们正确选项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A B和D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鼓励种类 支付的程序 还有这个分配方案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这个鼓励的种类 这个鼓励的类型呢 包括这么四种 一定要熟悉基本概念 第一个就现金鼓励 这个比较好理解是吧 那就说用现金来支付鼓励了 那我们说你用现金来支付鼓励的话 那就意味着公司怎么样 在这个现金鼓励支付日之前 你就得备足这个现金 否则的话怎么样 该支付的时候 你没有鼓励支付 那就惨了 对不对 会给公司形象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接下来呢 就是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呢 也说是用公司的股票 然后怎么样 作为鼓励来支付股东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叫送股 送股 那你这个股东怎么样 在拿到这股票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花钱的 这个直接放到你账户上去了 比如说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十送二 什么意思呢 你有十股就送你两股 那么送你的股票直接到你的账户上去 不能花钱 这是股票鼓励 接下来呢 就是财善鼓励 财善鼓励呢 他说是以公司所拥有的 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 然后当作鼓励来支付股东 你比如说可以用你持有的其他公司债券 用你持有的其他公司股票 然后当鼓励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财产鼓励和股票鼓励 你别给我弄混了 股票鼓励是把你公司自己的股票 然后怎么样 当鼓励 为股东了 而财善鼓励是把你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票 或者债券 当鼓励 为股东了 千万不能弄混 干净要清楚 是不是 接下来就是负债鼓励 负债鼓励顾名思绪怎么样 是以负债的形式 你比如说怎么样 比如说是应付票据 比如说是发行公司债券 是以这样的一种债务形式 来干嘛呢 来支付给股东 这叫负债鼓励 那我们说呢 对于后边的财产鼓励 负债鼓励 在我们这个实物中用的比较少 用的比较少 不是说就不可以用 比较常用的是前两个 现金鼓励和股票鼓励 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这公司 这个发放鼓励 鼓励形式是负债鼓励 你会咋想呢 这公司 是以应付票据的形式 以这个发行公司债券的形式 来给股东支付鼓励 你会怎么想 你马上就会想到这公司可能要完蛋了 没钱了 然后用这种形式 一旦让这些投资人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公司形象也不好看了 是吧 然后呢 公司的股价怎么样 就可能拔幅的下跌 就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各位同学应该清楚吧 在这个2021年的12月23日 这个腾讯公司 这个减持 这个京东的股票 这个原来呢 这个腾讯呢 是京东的第一大股东 占的份额呢 是70%的股份 通过减持桌上 减持了4.6亿股 减持了4.6亿股 然后呢 变成的这个出股比例是 大概2.3%吧 那就已经失去了第一大股东位置了 然后减持4.6亿股的股票 就给了腾讯公司的股东了 那现在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腾讯公司减持京东的股票 然后呢 把这股票就给了腾讯公司股东 然后导致这个腾讯的啊 这个股价也是升得比较快 那你想一想啊 原来腾讯是京东的这个第一大股东 现在怎么样 他把车的股票都当作股利 将来给了腾讯公司的股东了 是不是 那就说腾讯公司这些股东 就成了京东的股东了 明白这意思没有 那么这种这个形式属于什么 其实你就得考虑考虑了 属于哪种股利形式 那就属于这个财产股利嘛 也就意味着这个腾讯公司 把他持有的京东的股票 然后怎么样 当作股利就给了腾讯公司的股东了 是不是 这不就是典型的财产股利吗 这个也是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啊 很典型的案例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如果假公司呢 你所持有的你公司的股票 作为股利支付股东 这种股利属于什么 我们说属于财产股利是不是 是假公司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票 然后当股利分股东的 那我们说了 如果说假公司把他自己的股票 然后当股利分股东的 那叫啥呀 那就叫股票股利 那分清了吧 所以考的比较多的 那就是这两项 这两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股利支付程序 这个支付程序这块呢 关于他的决策程序 一般的了解下就可以了 这个公司的这个股利分配方案 谁制定啊 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呢 是由董事会来制定 说我们这个看一看啊 这个公司今年的盈利情况 然后根据这样的一个盈利水平 这个根据我们未来这种投资的这种情况 看一看我们应该 粉朵鼓励啊 制定一个分配方案 那么制定出分配方案之后怎么样 要提交给股东大会去审议的 然后股东大会怎么样 对于董事会所提交的这个分配方案 比如说审议通过了 说没问题 然后怎么样 就返给这个董事会了 将来就可以公告了 可以公告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股东大会啊 它是鼓励分配的一种决策权 在谈这块 这个制定权在谁 制定权是在董事会 是吧 另外呢 按照我们国家的上市公司的话 这个现金的分红 讲的是现金鼓励吧 一般来讲的话呢 都是按年度进行的 当然怎么样 也有这个中期现金分红的 这个呢 就是根据你公司的情况 自己定了 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呢 你这个上市公司 应该怎么样 根据你的这种经营状况 你要进行现金分红的 是不是 这个我在2008年的时候 当时在做我那个博人论文 就统计过我们这些上市公司 它的鼓励分配情况 发现什么呢 发现我们当时的时候啊 当时的时候 大概有五六百家 这个上市公司 自成立以来 他就没有发放过现金鼓励 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上市公司中的铁公斤 这个人家说业绩不好的时候 现金不充足的时候 说啊 这些公司说不发现金鼓励 咱们能理解 有些公司业绩非常好 现金也非常充裕 他就是不发现金鼓励 就是说那时候探了的比较多嘛 说这个铁公斤 所以把这些东西呢 这个了一了解是吧 你想一想 你公司业绩这么好 你是不是应该 这个给股东一些回馈啊 是吧 作为公司的股东来讲的话 你看看那个股价又不怎么稳定 太多的这些投资者怎么样 这个我进入股市之后 好了买了公司股票了 当时都想什么呢 哎呀十块钱买的 然后过一周之后 达到十五达到二十 怕他一卖赚很多钱是吧 回来了 但是我们有太多的股东 在这里面并没有赚到钱呢 因为那股市的波动比较大 是不是 而且有的时候 一低迷就低迷了几年出去了 他在那个资本利得收益那块 没赚多少 结果你又不给人家现金鼓励 你让人家情义何堪 是不是 所以那时候探讨比较多 探讨比较多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股力支付过程中 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把它熟悉一下 一个就是这个股力的宣告日 我们说这个董事会把这个股力分配方案 制定出来了 提交给股东大会去审议了 那么股东大会通过审议说可以了 同意了 那么审议通过之后怎么样 这个董事会就要把这样的一个情况 鼓励分配方案情况吧 比如说我这个采用什么样的一个鼓励政策呀 鼓励的支付比例多少啊 或者说美股发放多少鼓励呀 然后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制点 你的股东才能拿到的鼓励呀 然后将来呢 在什么是支付啊 以什么形式发放啊 等等这些内容 预公告的那时间 就叫宣告日 那宣告日 那接下来呢 就是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呢 讲的就是 你哪些股东 才能够有资格来领取这次鼓励呢 这就是一个股权登记日 你比如说哈 比如说这个 2022年哈 比如说5月31日 假如说 嗯 这一天 在策的股东 你都能够有权领取 本次发放的鼓励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说 你要这一天能够保证在策 那就意味着什么 只要是你在31号这一天 即以前 你买入股票的 你都能够保证这天再策 也就意味着什么呀 本次发放鼓励 你就能够有权领取 那么当然 除了你能够有权拿到的鼓励之外 比如说公司怎么样 还有这个送转问题 说你拿到先进鼓励有的权利 送股你也有这权利 比如转增 你有这权利 什么叫转增啊 你比如用资本攻击来转增这个股本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 说这个10啊 比如说送二 比如说在转增五 说你有10股股票 送你两股 那就20%的送股 这叫股票鼓励 说你有10股啊 我在转增五股 那就相当于50%的转增率 那不管是送股也好 还是转增也好 这个你就不用套钱了 直接发点账户上去了 对于这种送转的这种权利怎么样 都是以这一天这个为准的 只要是这一天再测的 你就有这样的权利 拿到先进鼓励 拿到这个送股 拿到这转增 这是股仙登记日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出席日 出席日呢 也叫做出权日 也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鼓励的所有权 和这个股票本身相分离的时间 你不是有这些权利吗 你比如说有享有先进鼓励分配权 然后什么这个送股 转增有这些权利是不是 那么这权利在什么时候 和你股票分开呢 就是在除夕日这一天就分开了 换句话说怎么样 你在除夕日以后 当然包括除夕日这一天 你在除夕日 以后再买入股票的时候 你的股票价格里面 就不再包含这些权利了 就不再包含这些权利 什么这个先进鼓励分配权呢 送转的权利都没有了 就分开了 那么我们国家呢 通常来讲的话 这出夕日 它是定为什么呢 定为股权登记日的下个交易日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是5月31号 是个股权登记日 那么下一个交易日 就是除夕日 那么如果说 这个第二天的时候 比如说是一个法定接下日 顺延 顺延 这是这么来规定的 当然呢 这个除夕日 它的这种设定 跟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国家这个 股票市场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这个股票的 股票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结算系统还是比较慢的 那个时候的股票交易结算系统比较慢 那你想一想 如果说在5月31号这一天交易 那可能就来不及再测了 所以那时候咋规定的呢 那时候规定的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截止日期是5月31号 你说了 在5月31号之前四天 啥意思呢 那就是说 30号 29号 28号 27号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在这个5月27日以前 你这个买入股票的 才能保证这天再测 如果说你在5月27号以后买入股票的 那这天再测不了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股市最早的时候 由于股票交易结算系统 这个相对比较落后一些 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 就把这个5月27号 就定为我们这块的这个 出息日出全日 之前买入的可以 之后买入的不可以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了 股票交易结算系统非常的发达了 所以说这时候怎么样 你看我们在确定出息日或出全日的时候 跟我们过期都不一样了吧 这叫什么 这叫信息技术在发展 所以说我们这些东西也就在变化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讲的出息日或出全日 怎么定呢 是在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个交易日 说我们讲了5月31号是股权登记日 那只要在这天买股票 这天马上再测 就OK了 你看这是结算系统的改变 而形成这么个差别 大概了解了解 所以说我们学这个财务成本管理的话 你得对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的脉络 还是应该有一种常识性的了解 是吧 因为我们学习这种财务管理的东西 讲的就是一种投资问题 离不开你资本市场的发展 当然这些东西怎么样 我们这个先考试 拿到资格之后以后再慢慢学习 所以说如果真的将来你感兴趣的话 就把这个资本市场的整个的发展的脉络 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的脉络 然后再看看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的脉络 把它捋一捋 你就会看出来里面有很多比较感兴趣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鼓励支付日 鼓励支付日就是说你向股东发放鼓励的那个时间 就是支付日 所以把这几个时间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下列有关表述中哪些证券呢 想一下 在鼓励支付日之前买入股票的 有权领取本期分配的鼓励 是这样的吗 你在鼓励支付日之前买 应该是不可以的 应该在哪呢 应该在股权登记日这一天 及以前买入股票的才可以 所以说 那就不对了 选项 从除夕日开始呢 新购入股票的人 不能够分享本次已经宣告发放的鼓励 因为初夕日怎么样 你这个权利和股票分开了 所以说你从初夕日这一天开始 你再购买股票的话 你就不能够分享本次的鼓励了 这个表示一个正确的 所以选项 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或者是买入股票的股东 才有资格领取本期鼓励 在当天买入股票的股东没有资格 这样的吗 我说不是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当前的股票交易计算系统非常的发达 当天买入 当天就可以再测 你就可以有权领取本期鼓励 那自己选项错了 选项 自除夕日起股票的价格中 就不再包含本次派发的鼓励 我们说权利和你的股票分开了吗 这个选项应该正确的 正确的就是打钩对吧 应该是B和D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鼓励分配方案 这里面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包括四项内容 一个就是你在进行鼓励发放的时候 是以什么形式来发放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四种鼓励形式吗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进行鼓励发放的时候 你是采用现金鼓励呢 还是采用股票鼓励呢 还是两者结合呢 接下来就是鼓励的支付率 鼓励支付率不就相当于是你当期的鼓励支付额除以净利润吗 算出这个鼓励支付比率是吧 再来就是关于鼓励政策的类型 我们前面不是提到了四种鼓励政策吗 你是采用什么样的鼓励政策呀 你是采用这个固定鼓励额政策呢 还是固定鼓励支付率政策呢 还是这个第一阵上鼓励叫额外鼓励呢 你还是实力鼓励政策呀 是不是 再来就是关于这个鼓励支付程序是吧 这个支付程序呢 我们说了 董事会是制定的 这个决策权在这个股东大会 这里面同样呢 这个支付程序里面还包括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日期是不是 什么时候宣告的 这个初期日是哪天 股权登记是哪天 然后这个鼓励什么时候支付 这些东西都要在这个方案里面显示 好把这个知道下去就可以了